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公主 她本是天之娇女 却情路坎坷一生三嫁 她两度丧夫中年丧子命徒多舛 却又峰回路转终欲良缘 命运似乎总在和她开玩笑 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那个最终带给她无尽温柔和安慰的第三任丈夫 竟然只是她早年的一个奴仆 她就是西汉时期汉景帝的长公主 汉武帝刘彻的亲姐姐 被世学家称为对西汉产生重要影响的平阳公主 之所以说她对西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是因为她曾为汉武帝献上了一位伟大的皇后卫子夫 顺手还送了两份堪称施华的陪嫁 那就是为大汉扫平匈奴的长平侯卫卿 和匈奴卫灭何以家为的冠军侯祸缺病 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作为汉景帝最宠爱的长公主 她自然是其万千宠爱于一身 未出嫁前她的封号是杨姓公主 后来她嫁给了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平阳侯曹寿 所以才被称为平阳公主 平阳侯曹寿是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 说起来这本是一段金玉良缘 曹寿的性格温和如雅 与平阳公主也是相敬如宾 两人婚后的生活过得甜蜜且幸福 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聪明的儿子曹香 当时的人都夸赞曹香 大有祖上遗风 这也让这对小夫妻是欣喜不已 可惜曹寿短寿 她无福消受美人恩 在汉武帝圆光四年 曹寿就去世了 这让年轻的平阳公主备受打击 悲痛之下寡居了七年 看到姐姐平阳公主寡居在家郁郁不乐 打小就与姐姐平阳公主亲近的汉武帝刘彻 又为她物色了一位新的夫婿 那就是另一位开国功臣夏侯英的曾孙 汝英侯夏侯珀 夏侯珀并不是个守身如玉的好男人 她一边情庸公主 一边还打着父亲机械的主意 圆顶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15年 夏侯珀因为和她父亲的机械通奸 事情败露后畏罪自杀 这夏侯珀一死 平阳公主又再度成了寡妇 婚姻上连续的两次打击 让平阳公主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夏侯珀去世的第二年 平阳公主与第一任丈夫曹寿的儿子曹香也去世了 这一连串的丧夫丧子 让平阳公主迎来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然而就是在这人生的谷底 她的希望也随着大汉横扫匈奴的辉煌战果 慢慢浮现出了光芒 早年她在平阳侯府上的一个骑奴 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功赫赫 威震四方的大司马大将军 她就是当今皇后魏子夫的弟弟 太子刘巨的舅舅 长平侯魏卿 魏卿早年只是平阳公主府上的一个骑奴 因为姐姐魏子夫被平阳公主献给了汉武帝 她也就跟着得到了翻身的机会 然而魏卿毕竟不是等贤之辈 她用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牢牢抓住了命运赐予的机会 在历次的对凶作战中 她为大汉杀出了一条血路 也为自己拼出了一条人生的坦途 加奴出身的魏卿此时已经位积人臣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虽然魏卿出人头地了 但她一直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主人平阳公主 于是在汉武帝的允许下 魏卿娶了寡居在家的平阳公主 当年的奴仆成为丈夫 这也是一段佳话 也成就了一份迟来的爱情 婚后魏卿对平阳公主体贴入微 这个在战场上豪情万丈的将军 在生活中却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 她对平阳公主用情至深照顾有加 这让感情上屡受伤害的平阳公主深受感动 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关爱和温情 然而好景不长平阳公主与魏卿携手相伴的第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106年 魏卿因病去世 此时的魏家由于权势过重 已经引起汉武帝的猜忌 以至于魏卿的长子魏抗迟迟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 而这个时候的平阳公主 早已对魏家产生了非必寻常的感情 她心急如焚 甘愿为守护魏家的利益 而再三向武帝留彻说情 终于在平阳公主的努力下 魏抗才得以继承了父亲长平侯的爵位 我们回顾平阳公主的一生 她出身高贵 却一生三嫁 她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 才终于拥有了一份迟来的爱情 然而不幸的是魏卿也掀她而去 最后平阳公主还是守寡了 这是平阳公主的最后一段婚姻 那么三段婚姻三个男人 她最爱的又是谁呢 我觉得应该是魏卿 虽然平阳公主和魏卿 只在一起度过了短短的十年 但平阳在临死之前说 要把她和魏卿合葬在一起 就算不是一起出生的 不是一起死掉的 但起码 他们还可以生不同时死同学 这样就足够了 人这一生啊 有种感情即便来得迟 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却总是能够让人刻骨铭心